寶島金曲又來了 上星期我們介紹了第一集 寶島金曲《負心的人》 有些朋友喜歡另外一個版本 但對於我來說 提起這個《負心的人》 一定是唐蘭花姐姐的版本 其實這不是證明不同人 有不同的喜愛嗎 選擇自己喜歡的去聽就可以了 《負心的人》 我選了 中泰賓館的舊照片 好像我去過一樣 視頻留言裡面 只有台灣的蔡薄榮先生說他去過 香港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去過 是那個年代 台北沿山大飯店 就像香港的半島酒店 中泰賓館就像香港的文化酒店 這麼厲害 我都沒有去過中泰賓館 我只是去過中條賓館 中泰賓館 是2005年 劫熱拆除 現在的原子 就是 六星級 台北 文化 東方酒店 文化酒店 湯蘆花 憑著這個 庫心的人 一炮二紅 炮 泡 大炮 一炮二紅 今晚介紹的第二首寶島金曲 我真的很害怕 這首歌 深方方 真的 同樣都是因為 這首歌而走紅 到今次今日 大家一聽到這首歌 就會想到他 或者一聽到他的名字 就會想起這首歌 那又代表醒? 會是哪首歌呢? 蘋果花? 不是 今晚不回家 刀鞋 刀鞋 水長流 不是 未知固飯也不對 月月像檸檬 也不是 橡墓又長花 也不是 我在你左右 是嗎? 雷的小魚 不是 還沒唱過 好 六十年代尾 七十年代出 台灣歌手 遙蘇蓉 青山 林聰 張地 等等 沒有啦 沒有霸歌塔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尾 就出現了一種深風氣 就是校園風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過 電影 寬眼 一定有聽過今晚的 報道 今集介紹的 第二首歌 橄欖 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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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不會說 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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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樹 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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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寶島金曲這個系列 就記得在線上聽到幾次 謝謝 記得給個讚 謝謝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天輕柔的消息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 流浪 流浪 嗨喲 嗨喲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為什麼流浪 遠方 為什麼流浪 遠方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 我夢中的橄欖樹 dollars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 我想流浪 流浪遠方 涼涼